歐洲人民大量引入所謂的阿根林開放政策 所以你說的歐洲的移民就在這個二十世紀末的時候 大量的來這裡開發 大量的這邊來這裡 他當時的經濟啊 現在進入這個所謂的使館區 這一個是土耳其的大使館 你看有一個星星的月亮 這個歐洲的車 這個歐高 歐高的街道 有一個星星不在遠 在我們邀請 在我們亞洲裡面 歐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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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当时在这个独立的时候 1806年到1810年之后的一个将军 这个将军他当时呢 他是三个国家的国父 他是三个国家的一个国父 他呢这个除了在这里之外 秘鲁 巴西 他都是这一 秘鲁跟智利 秘鲁 智利跟阿根廷 他是这三个国家的一个国父 因为当时他们要推翻这一个知名部 然后推翻西班牙的知名部 所以呢他当时带了一个军队 那当时这个区块呢 都是所谓的西班牙总督 拉布拉塔联合神总督 那他必须把这些总督赶走 所以他当时带了一支军队 去到智利 把智利的那一个区域的总督赶走 之后又带了一大批的一个这一个军队 去到这个立马 当时最主要的首都区域 其实他们来这边管理 他们设定的一个主要的区域 其实是在立马 当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为什么我们今天下午 我们等一下会去的五月广场 他为什么会叫五月广场 因为他们这跟他们的 51810年 有5月25号的五月 因为他当时要去做独立 他要去做独立 所以他这一个1810年的时候呢 就在这个五月五号广场 牵扯到另外一件事情 在殖民地的任何的行为 任何的状态 都会牵扯 都会受到哪里的影响 欧洲大陆的政局影响 当时的欧洲大陆 发生了一件事 发生什么事情 考考大家 他1810年 独立成功 那我们要想1810年之前的欧洲大陆 那几年间 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件 然后影响到了他的殖民帝国 他的殖民帝国是谁 西班牙 考考大家 当时呢 就是因为 在这个欧洲大陆反观 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 叫做法国的大国民 1789年 追求自由平等博爱 啟蒙运动发展之后 人们开始要去追求自由平等博爱 所以渐渐的法国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 追求自由平等的一个概念起来了 那啟蒙运动又激发人们 去追寻自己 追根溯源自己的根土行得 所以这些殖民帝 开始就越越欲动 然后呢 再加上当时的西班牙 是这里的总督 对不对 可是他又对这里怎么样 非常的重视 因为他这里 他通常这里的 不管是贸易 关税什么 全部都要看哪里的颜色 秘鲁的立马 就是因为他们设立的总督在立马 对啊 可是这里的管辖 这里的人们就 赤等公民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们第一个赤等公民的一个概念和赫 然后第二个又受到这一个所谓的 啟蒙运动的启发 所以呢 再加上这个西班牙当时发生的最重要的 我们知道1804年一个非常最厉害的小熊是什么 拿破崙 自己他本来是要追求自由平等国外 进入到一个公共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共和国 然后结果最后变怎样 不认为德国 不管是对波兰 不管是对这一个 整个都打得赢 甚至俄罗斯 也有 初期都是赢 但是他在欧洲 就只有一个地方无法 家里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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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 所以當時呢就是因為 拉伯倫戰爭都打贏了 然後就只有一個國家他打過英國 是拿來英國講的 英國經歷海峽 英國就是因為有這一條海峽 所以你看這個英國 英國真的不簡單 因為他就是都跟大陸整個板塊 就是有一個天然的名字 你可以看希特勒也是板塊 希特勒也是... 他也是我都不會... 因為這兩個都是春季菜酒店 然後總是一百小學 然後都是可以把這個板塊 進去一均板 然後OAS都是另外一均板 因為整個都是可以 所以他當時呢怎麼樣呢 他不...他拿不然不開心啊 你英國這一個怎麼一直... 這麼的不聽話 我這一個...我這邊打得都打得差不多 你這邊我都打不下 所以呢他就跟...他就進行什麼... 鎖...鎖島 我歐洲大陸所有的人 反正現在我在這裡是我稱霸 你們都不要跟我跟... 英國有任何的貿易往來 那西班牙怎樣不聽話 西班牙不聽話自己有去跟英國有做貿易往來 所以才發生了所謂的半島戰爭 半島戰爭也就是間接地影響他的原因 因為他根底部就是因為半島戰爭 因為...他也能把貿易往來 他自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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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西班牙不聽話去跟英國有做貿易往來 所以他就去打他 然後這樣... 把線路慢慢走進去... 在整個世界 所以呢... 所以... 他自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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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去...